近日,武汉市公共交通进入复工准备阶段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 城市功能和市民生活正在有序恢复 武汉市内公共交通也正在为恢复运营开展准备工作 画面中的人是武汉市地铁长青路段列车检修工潘成斌 启动电源,检查列车系统功能 潘成斌坐在驾驶室内,对列车上的设备一一进行调试 现在做的这些功能实现有十几项 包括空调,车门,广播,然后牵引自动这方面的 在开通运营前,我们要确认好列车的状态是正常的 然后能安全地为城阁提供服务 据了解,武汉市地铁停运期间 列车的检修工作也一直没有中断 最近几天,潘成斌和同事们每天8点就要上班 对停靠在列检库内的37辆列车进行全方位的检修测试 检修应该每天都有 就是因为它这个车长期停在这个库内 它也长期时间也会没电 也要每天都要确认一下 分批式的吧,确认一下列车的状态 针对这个疫情,我们每天也要检查一下 客室的消毒情况 每天那个,就是每天消完毒 也要做好登记,哪些车辆做了消毒 在列车检测的同时,保洁员们也在车厢内进行喷洒消毒 他们先用喷雾器将稀释后的次氯酸钠溶液 喷洒至列车地板,座椅,侧墙上 之后再对扶手,车门等位置进行擦拭 这些工作做完后,车厢将关闭30分钟 以保证消毒效果 这样的消杀工作每天要进行两次 运营准备期,对所有的列车重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洁消毒 目前的话就是在进行进一步的巩固提升 车厢内部的话,包括乘客一接触的侧墙 车门,车窗,座椅,扶手,包括地板 都进行彻底的消毒 记者在汉口火车站地铁站内看到 这里的保洁员身着防护服,头戴护目镜 利用喷雾器对车站站厅,站台,扶手购票机等进行消毒 除此之外,还在进站口处设置了红外热成像测温系统 为保证车站内空气质量 还对车站内的通风系统进行了消毒 地铁里面,你人的呼吸 主要是通过我们的航空系统来提供的 如果我们的航空系统消杀不到位的话 就造成了我们的细菌的蔓延和滋生 我们航空车站按照国家的消杀要求 每天是进行消杀的 就是我们的空调系统 再是通风系统 再是我们的新风系统 再是还有我们的风道系统 这个所有的系统每天进行消杀 根据武汉市交通运输局要求 武汉市公共交通将实行使命登记制度 近站城各需要扫描二维码获取健康状态 工作人员合验后才能乘车 到站和换乘前需再次扫码上传同乘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